索成 二魁子 你们俩给我听着 旧人一命胜到七级浮屠 甭管他是不是八路 我们都不能眼瞅着人死了 老天爷会有报应的 那是 那是 我们都听你的 对 老天爷在上 这事你们俩给我发誓 说出大天来 也不能把这事给我吐露出去 我发誓 我要说出去了 烂鼻子 烂耳朵 烂眼睛 我要说出去 我出门就让吉普车撞死 行了行了 别说了 真是孽障 这大年下的 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真是孽障 那你哪儿说 报告出座 行动人员集合完毕 检查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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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座 上车 上车 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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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这里 到家里 出座 明明 宝贝 还真是够能捉人的 你这玩意 宪兵队正逼着警察局查呢 说是车主 拉了共军探子 我 吴哥 我 说你救共产党 打死我也不信 对对对 我 你天生就是干那种 别任天驢你拔绝的事 吴哥 我 你这比拳胡同早麻烦知道吗 要上面知道 这车是你的 吴哥 宪兵队不把咱们这条胡同 掘地三尺算我白说 这一来 全胡同的老少爷们 把我这种挖带不骂个变才怪呢 吴哥 这 刘友诚 没二话 你把这 惹事的牢绳子给我弄得远远的 吴哥 我这挺好一辆车 你这死空门 你是要命啊 还是要车 啊 我这给你来看看这 这 这这些 鞋子 那别给你了 这就是 这是你的车啊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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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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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多少钱 我还没想好 没想好 那如今北京城里 八路围得这么严 你不对这就把它卖了吧 现在还是粮食值钱 这玩意不值钱 报告处长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今天 我把所有的巡警 都轰到街上巡逻 不干别的 就找带洋车 我看 不出半天时间 准会有人把那车夫找出来 厨长 这回 我们动用了不少人 警察局现在 没钱 手下的弟兄们 快指使不动了 如果把那共产党 给找出来 多少给弟兄们点犒赏吧 只要是把共产党抓住了 我一定给你们中家 我还要到南京 给你请工呢 谢谢畜厂再陪 这车适应的吗 这车我刚买的 买谁的 两本钱啊 多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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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这个 站住你给我站住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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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哪个 买这个 买这个 行 算了算了我买这个 行了 让我买快买啊 不买赶紧回家 不是 你赶我客人干嘛啊 怎么了这是 我不能再跟这儿露面了 出什么事了 忽然间告诉我 说警察正找我那洋车呢 他让我批了烧火 批了烧火 我当然不能批了 我今儿呢 拿到车室去卖 刚出手 就让玄境别看见了 要不然我腿小利索 这儿就让他们逮着了 我说你就是一棒子 你说你为了那洋车 把命当值吗 我回头 这儿我买赶车的去 这这这 我全部驾档都放在这儿了 我得赶紧走 去我三九家猫子去 你帮着找我大牛子 有什么事 多费心啊 等等 你屋里那人怎么办啊 你屋里那人怎么办啊 你每天晚上去看看 有什么事 有什么要买的 你帮着张老下 你快走 现如今我也实在没法子了 你帮我 我念你一辈子好 行了行了 咱俩发小声说这干嘛 走走走 走了 哎 等 小鸣着点 唱 什么 小小閃 我去做什么 orr你看 对 你快进从那里 都会什么 没什么 那爱呢 你去了 帮掷 我去述 你过去吧 不从他 没有救 linking 逃跑啊 王处长的意思是 我把他给藏起来了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事有点奇怪啊 当初乔二宝面临着被处死的危险 却主动地向你自首 现在他面对的只是惩戒 却要逃跑 昌毅兄知道他有一个孪生兄长是贡军 他一定是被他的兄长给救走了 我能回答你的就是 我绝对没有救过乔二宝 至于贡军的事情 倒是要问问王处长自己 在目前的情况下 无论在哪儿发现了他的 都是通过 恐怕要等事情调查清楚之后 才能下结论吧 我真奇怪 为什么他们不说一句话就走了 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你是在为他们担心 还是在为他担心 我们必须要找到他们 我去过一些医院找他们 他们都说没有接受过受枪伤的人 如果你能轻易找到他们 那么王金堂在任何时候 都可以抓到他们 我需要好好想一想 去 去哪儿 坐下 走 去哪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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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二魁夫 怎么回事啊 索成有麻烦了 你 你别害怕 他现在没什么事 索成啊 真子 真子 妈 怎么了 什么事 在个院进了一个男人 喝 我去瞅瞅 没明白我的意思 那人呢 上东吴去了 东吴 刚才我上外交 就生了两瓶球 准备生炉子 听见咱们的院门啊 思念我一声 他进了一个人 那不会是索成吧 还是我也以为是索成呢 可立马我就觉得不对劲 索成这孩子多老实 每回见到我 他都主动拿招呼 可这人 莫头他就往东吴长 我觉得不对劲啊 我就立马喊了一傻子 索成 你猜他怎么着 他头都不抬就进灯屋了 进了屋啊 那灯就亮了 可能 是大妞子金也说不定啊 这傻子 你多着我看 大黑金 来穿青金 来 这个 是索成卖车的钱 我拿的这菜市狗啊 抓了五斤杂货面 已经血泪红 还有这只卤花鸡 这个 是剩下的钱 对了 对了 那把路伤得挺重 你倒是给他补补 谢谢你了二鬼子 难得索成有你这么患难的朋友 瞧你说的 这 我跟索成那是光碧流长大的兄弟 再说了 如今他不有难吗 我要是不搭把手 他就过不去了 这点这事啊 不能算完呢 咱们这院啊 一直都很清静的 怎么不算又能怎么着呀 现如今 都是各扫门前雪 咱们呀 也犯不着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不是 怎么说话 什么叫狗拿耗呢 咱们这院子 就不能出什么暗门子 我的房子啊 不能住给这种人 这要是前后左右的街坊知道了 那人家得怎么瞧咱们呢 你去 把西宫那个牛婶叫来 来 随便把浆水倒进去 牛婶 牛婶 小婶婶 什么事啊 我妈叫你过去呢 她说有急事 好 来了啊 她牛婶啊 咱们这院子可都是好人家 可不是 只要大妞子 招了一些不三不四的野男人 那哪成啊 就是啊 这大妞子前两年呢 是您生活所迫 做了暗门子 咱们大家伙 也没跟她计较 可她现在啊 要想重操就业 那可不行 您是房东 您的呀 得跟她挑明了这事 她要是不答应啊 叫她滚蛋 所以啊 这事啊 还得您亲自去说 我妈给您沾点助威 咱们不得转出她把柄式 那还不简单呢 您现在就去敲她的门 咱们来拿捉奸 你说 那人不是进去了吗 只要她门一响 咱们就冲进去 就当是抓贼了 这回看那大牛腾 还有什么说的 我看这主意不错 真子 把那灯子准备好 咱们就在这儿啊 挡着瞧 我 这八路现在怎么样了 他的伤口的血倒是止住了 可就是一直发烧呢 行 这么着 你照顾着 那我先走了 行 二魁子 这万一你要是让外人给猎上 不管你怎么说 就是不能把这儿四藏八路的事 给露出去啊 她要是冲我这脾气啊 我早就忍不住了 可我一琢磨呀 咱们不是还得给她留点面子 不是 那可不行 这事啊 可不能给她留面子 这儿啊 你说呢 咱们呀 非得抓她个把柄不行 这年头 这灯怎么还一鸣一按呢 真是 来 有人吗 就是那个代他妈 那出了名的事妈 我就是为了躲她 才晚上过来的 你说这真寸 我还就碰着她了 不过没关系 她把我当事锁成了 好 那你待会儿出去身上 先咬心点 她那嘴不严实的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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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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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贼呀 这哪儿和哪儿啊 这黑灯瞎回来 你们瞎扎我什么呀 九叔啊 这么晚您干什么去啊 我到外边撒泡尿好睡觉 你们吓了我一大跳 我还真以为院里有贼呢 真是 九叔 您不是撒尿去吗 怎么又回去了 我撒了 好容易存着泡尿 让你们给吓回去了 真子去 把院门拴好 门插插上啊 别让外贼进来 好嘞 大姐 来 来 喝点粥吧 你别动 我来 谢谢大姐 法主长官 您就别客气了 你呀 就消消停停地 把伤养好了 悄悄地离开就行了 谢谢 谢谢 大姐 我还有些话要和你说 都几点了 哪有嫖客 在这儿过夜的呀 就是啊 我本人已经走了 我没有发现啊 那怎么可能了 咱们那院门 你也不知道不知道 到晚上刺个缝儿 隔月的人都能听着 要不咱就等着 反正也熬到这个时辰了 这好戏啊 总得开场吧 就是啊 真子 真子 起来 去 弄点宴场 快 给牛婶添点宴场 快去 麻溜的 你有什么话要说呀 要是前兵队进来搜查我们的院子 你就赶紧出去 干嘛 出去以后 你就把我叫出去 你告诉他们 就说是我拿枪指着你 逼迫你把我藏起来的 瞧你说的 把人看扁了不是 我们怎么能做出那种 出卖人的事呢 不 不 大姐 你误会了 不是你出卖我 是我要你这么做 我不能再让你担风险了 我们是不想担这个风险 只想过老百姓平安的日子 虽说我们不知道 你们共产党怎么样 但是也怕不得 有人把那国民党打趴下 大姐 解放了北平 您就了解共产党了 来 你再吃点东西啊 真子 别睡了 这怎么回事 怎么没动静啊 憨死了 憨死了 那我眼花了 那要是索成 我打招呼她也不严一样 你这不是索成 管她是谁呢 我得回家睡觉子 怎么着 你 她牛事 走啊 二贵子 这么早就睡了 嗨 是不是过年了 赶紧趁机会挣俩子啊 索成呢 您不说我还真忘了 好久没见着呢 哎 这个 是不是找不到月子去了 啊 你这个二贵子 却又跟我装孙子了 谁不知道 你和索成是发小的 你每天在胡同狗待着 这儿闹了什么事 瞒得了我 可瞒不了你 哎 瞒瞒您干嘛 我是真不知道 好了好了 我一大早没工夫跟你开杠 我给你介绍索成 立马告诉我 哎 成 哎不是 你这么心情火燎的找她干嘛呀 告诉你吧 索成出大事了 她卖辆车子 被检察局给看见了 先别说啊 她拉了八路给藏起来了 呦 这个不是闹出来的事吗 是啊 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那是 哎 不过这天呢 兴许是件好事啊 你什么意思啊 没事没事 周国华 北平人 是东北共军先遣兵团 英雄团的团长 他指挥的团 因阻击我东晋兵团时任 主阵地首位 因而获得了铁山英雄团的称号 周国华一业于燕京大学 师从于后人 七七事变后 乔庄离开北平投奔沿 此人以善打恶战组成 近期他被调离了英雄团 负责北平分化我守备医军的工作 此次乔庄禁城的目的 是以师生情分接触于后人 并通过于后人策返李昌毅 都听明白了吧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个周国华 我们要对他可能出现 和藏身的地方进行监控 一旦发现 立即实施代表 和藏身的地方进行 和藏身的地方进行 互相提出 并且内容 在文章中 和藏身共相识 和藏身共状 在文章中 全身的地方进行 讨论 你现在认为可以安全藏身的地方 比如说学校的校园 医院 旅社 还有军营附近 都已经被特务盯上了 可以说 现在特务是人手一张你的照片 还好 我找到了一个王金堂想不到的地方 可是 你还是要格外地当心啊 现在整个北平城 到处都布满了特务 可以说是 敌人布下了天罗地网了 至于那个昆桑 虽说他现在 还没有和王金堂联手 但是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他一直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呢 所以你还是要格外地提防 随时准备应付突发的情况 好 另外 你还要随时注意柳凡愚 柳凡愚 为什么 他现在 在四处打听乔振山的情况 已经被王金堂盯上了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既然躲避起来很困难 那我们就不躲了 站出来 较量的时间 地点和方式 我来定 我们是在搞地下工作 你以为 这是你带兵指挥打仗吗 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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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进来了 那野狗真的进来了 这什么日子口啊 还有野狗 它是朝咱们门轴上浇了尿进来的 我说你们越说越离土了吧 这野狗跑到咱们门轴上撒尿 呆呆 妈 这野狗是您家招来的吧 看我们家招什么呀 那呀 这野狗啊 就是野鸡招来的 他牛师啊 你冲谁甩这片儿堂话呢 兄弟 来喝点水 大姐 你怎么了 我没有什么 你不要瞒着我 你有什么事告诉我 干你的事 你好好歇着吧 别跟着裹乱 我不会给你捣乱的 但我看得出来 你受了委屈 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告诉我 我现在不能帮着你 但城外 有一百万解放大军 他们会给你撑腰的 我没什么委屈 真的 野狗啊 改不了吃屎 野鸡啊 改不了夏天 大姐 门口那个老婆 做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野狗野鸡的 你别说了 别说了 我请求你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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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我平时软 坚持困塞地平坏 恶若坦 我 我 不会 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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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找 好,好,好 王金堂现在正在拼命地找一个杨车夫 这个杨车夫是最后一个见到乔振山的人 可是这个杨车夫现在躲起来了 谁也找不到 这么看来乔振山藏得还不错 我们得赶在王金堂前面找到他 必须要找到那个杨车夫 但是你不能出面 王金堂想抓的人就是你 你有什么打算 我在考虑 要不要让柳小姐把乔二宝带回去 二宝现在在哪里 我带你去见他 我先走 我所有的杨软都在哪里 我应该来说 我最后一回的杨软都在哪里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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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呐 抓贼 抓贼 跑跑 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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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大妈 二魁子 我的好罪 出息了啊 他敢夜入民宅了啊 大妈 我没干什么坏事 那深今半夜的鬼鬼祟祟 还朝那门轴上浇点尿再进来 你什么意思你 妈 甭跟他废话 喊直跟他巡警 对 找巡警去 别别别 别 别送到守门巡警了 我 我没干什么坏事我 甭蒙 我们啊 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嘛 今儿啊 你先说出个道道来 不然的话呀 咱们就给他送到巡警那儿去段子 巡警 别叫 别叫 送什么巡警 大妈 我错了不成嘛 那你快说 你这是上哪儿去 我 说呀 说 说啊 我 我去东屋 东屋 东屋是你什么人哪 你 我 我去给大妞子送点吃的东西 你为什么给他送东西啊 干啥昨儿夜里也是你进来的吧 这条野狗可让我不给抓住了 我看看 你都拿了些什么东西 我来 诺诺 小敏儿 老烟袋 你够大方的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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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葵呀 二葵子 这见天看你跟索成好的 跟什么似的 这怎么人家才几天没在家 你就跑这儿来占便宜了 这老话说了 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说你干的这档子事 行了 行了 有完没完 有完没完啊 跟你们说都听好了啊 这城的八路 围着北平城的 随时又攻进来 你们呀 修好鸡点儿得吧 自改管网自改事儿得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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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 跟你说啊 别撒鼻子眼儿 多出一口气 他还有脸呢 二葵子 来 吃点饭 歇会儿啊 大牛仔 都是我不好 我把事给弄砸了 我让他们发现了 二葵子 这不怨你 这个时候儿 咱们忍忍吧 听他们甩几句礼子 也不掉肉了 哎 你说这带他妈啊 他骂我也就算了 他还骂你 他骂得也忒难听了吧他 大姐 真对不住你 大姐 真对不住你 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没有什么 我还是走吧 你走了上哪儿啊 再说了 我跟二葵子 已经被他们骂了 你走了 我们俩不也背着骂名吗 那个带他妈 凭什么那么厉害 他呀 他是房东啊 原来是这里的地主婆 难怪啊 妈呀 二葵子这个业症啊 他偷人 还偷到咱们这愿望口来吗 我不就是 身对他掰着他记忆吗 他还真给我烦着声 气死我了 妈 你犯不着 跟不着调的人动气不是 他还说我什么 八路军围城 让我 修好积德 他八路军围城 感觉是冲着我来的 这个二葵子 起小就没人管 见天就 在外面瞎混 您哪 跟他一般见识 我是从人顺子才善待的 臭小子 他跟我犯格 八路军围城怎么着 八路军围城 我也得管管他这对狗男女的事 咱们这院子啊 却不能让这种窝子事存在 今天呢 他别让我逮着 他让我逮着的话 我就把他跟二葵 跟那个大妞子 一起赶到大街上去 要不啊 咱们再想想 要不 明天再说 他牛婶啊 今儿个我可把话说在头里 大妞子 我是撵定了 您哪 要么就站在我这边 要么您就站在他那边 可不能打马虎眼啊 那还用说 我当然是站在您这边了 真的 把灯给我拿着 他我就不信 今儿个呀 我不能把他们 您走 走 大妞子 大妞子 再不开门啊 我们可砸门了 开门啊 开门啊 大妞子 大长妈 你这是 是 大妞子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在这院子里偷人 那我可就得把你们轰出去了 大大妈 您误会了 你是主动地把人交出来啊 还是让我们收出来啊 是啊 大妈 您听我解释 大妈 您听我解释 大妈 您真的误会了 您听我给您解释 您解释 好不好 甭解释 大妈 甭解释 甭解释 大大妈 您别去 您误会 大大妈 为什么我这么好点 好疼啊 没事吧 他 别害怕 各位邻居 今天你们也都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了 这位长官 是我们索成 在街上救的八路军 其他的 我也就甭说了 遇到这种事 不是我们不跟你们商量 一是知道的人多了嘴杂 二是也免得你们担风险 现在呢 这事让你们自己给挖出来了 你们自己合计一下 该怎么办 既然呢 我们干了这事 我们的性命 也就不在乎了 只是你们大家伙 有没有做好死的准备 这 这是 这是怎么着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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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